曾经在第二次事业大战之后 美苏作为当时地表最强的两个国家 除了进行其他领域的竞争 同时也拉开了轰轰烈烈的太空竞争 其中苏联在1960年分别发射了两颗火星探测器 但是最终均以失败而告终 此后美国在1964年成功发射水手四号火星探测器 并且传回人类史上第一张火星照片 此后美国又开始相继发射了 石黄者 探勘者 奥德塞 漫游者等多款火星探测器 因此也确定了本国在火星探索领域的成就 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全球最强 然而在亚洲地区最早进行火星探测的当属日本 根据记载于1998年发射希望号 但是最终却以失败而告终 某国曾经也在2011年将萤火一号搭载俄罗斯火箭前往太空 但是最终却以坠毁而告终 没有想到看到全球国家都开始对火星进行探测 因此让自称全球第三强国的印度也开始进行火星探索工程 为此在2013年成功发射曼加里安号火星探测器 因此也成为亚洲地区首个发射火星探测器的国家 目前该探测器已经环绕火星长达七年之多 目前还处于一个勉强正常的工作状态 据悉曼加里安重量在1.35吨 外观和一个家用小型冰箱差不多 而且携带了火星色彩相机 红外成像 甲烷探测仪等设备 但是整体外观却并不大 此外印度之所以能够成功发射曼加里安 与美国航天局的帮助也有着很大的关系 毕竟后者负责对曼加里安实施地面监控 因此也可以说印度的曼加里安并非是纯粹的自主研发 那么与中国的天文一号相比 两者哪个更为先进呢 要知道近段时间 我国的天文一号可谓是频频传出的喜讯 不仅传回高清火星影像图 同时也拍摄了火星南北两极侧身的影像 根据了解 天文一号在2020年乘坐长征五号进入太空 并且顺利进入了预定轨道 该探测器总重量大约在5吨左右 还携带了中高分辨率的相机 火星磁墙器 矿物光谱分析仪等设备 可以说从重量上来看 两者就完全不是一个等级 此外我国天文一号火星探测车 还采用六轮驱动的方式 这样做的好处是其中一个轮胎损坏之后 其余轮胎依旧能够正常工作 此外我国还为天文一号配备了大量的太阳能板 这样就无需担心会出现电量不足的情况 当然最重要的是 天文一号是由中国自主研发的地面监测仪进行监测 因此对于中国而言 天文一号的先进程度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印度的曼加利安也并非是义无是处 至少造价比较便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